大家好 我是詹正銘 很開心我們來談這本書 《改運之書風水篇》 我們又請到了大根老師來到現場 大根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大根 那個大根老師是 能夠跟大根老師學命理學風水 其實是賺到的 因為他幫了很多大企業家 包括自己的家族 包括很多大企業去做了很多事 然後後來這幾年才發心 想把這樣的事情交到給大家 那時報出版這方面出了好幾本書 不管是包括上一本的這個 《改運之書格局篇》 或是之前的《指揮攻略123》 然後 這是第五本 《改運之書風水篇》 我覺得這本書 應該是風水界的創新突破 因為沒有人像你這樣幹對不對 對 沒有人這樣幹 把命盤 指揮的命盤 跟你家的平面圖擺在一起 把風水跟每一個人的命放在一起 因為我們都覺得說這個風水 他不就住進去 好 我的風水就住進去是對的嘛 其實風水呢 一直以來都要這樣看 學生如果問我我都會跟他講一件事情 如果說今天這個風水師進到你們家 一走進去 他沒有辦法知道你們家發生什麼狀況 那基本上這個風水師呢 他就是外行的 那如果這個風水師沒有辦法擁有至少一項 不管是走走術或是八子 至少一項命學的話 那他也一定是外行的 因為風水的重點呢 就像我們在穿衣服一樣 對 要穿適合你的衣服 是 那如果說 我不曉得 你的身材 我不曉得你的個性 那 我怎麼知道什麼衣服適合你 可是全台灣看不看風水的 應該都沒有人在看他的命盤 或者他的 其實有 其實有 厲害的老師都是這樣看 都是這樣看 厲害的老師其實都是這樣看 厲害的老師 現在其實都是這樣 但是 但是很多時候呢 像書裡面其實有提到說 很多時候 大家在看風水的時候 就會變得很多是道聽途說 是 那種什麼門打開的左前方 一直是財務 對財務 有沒有 然後 而且他以前那個公司沒賺錢 不然 對對對 然後什麼 開門不能建造 家裡不可以 那個打開門不可以看到廚房 是 那其實是書裡面 我們就談到很多這種 就是 其實那個是道聽途說來 錯誤的觀念 是 對 通常現在都是豪宅 才可以開門建造 打開有個中導室出房 欸 酷 很有錢才能夠那個樣子 對不對 那你說他們家 這樣不對 我們一個作者 應該也可以講 因為倩報過 陳文倩以前把他的浴缸擺在客廳 能夠把浴缸擺在客廳 那個 那就是很有趣 豪宅 沒有 不然你如果家裡豪宅 擺不了客廳 擺不了 不好意思 所謂的風水學啊就是 讓你住得舒服 是 我住得舒服 我每天早上 每天吃得好 睡得好 然後我每天精神很好 那 當然 比另外一個 吃不好 睡不好 然後那個 整天回到家就沒有辦法好好休息的人 我的運力比他好 其實風水學從頭到尾一直講這件事情 而且 老師提了第二個重點 一個是說 風水要跟每一個個人的 命 命盤靠在一起 第二個是說風水其實是流動 對 是變動 對 他是這樣的情況 但老師一開始就講 告訴大家說風水 齊門燈獎 什麼叫齊門呢 齊門原來我 以前沒認真念書 就一看著老師的書 老師的書很有學問 原來齊門其實就是風水嘛 是兵法裡頭 以前打仗用的 然後 找到一個好的方位 燈獎是什麼 原來對你講就是把祖帥給藏起來 等一下把祖帥藏起來 因為祖帥死了 那場亂人就結束了 所以藏祖帥的好地方 就是風水的來源起源 對 是這樣子 我要在家裡面好好躲起來 我給你很舒服的過日子 對 然後我要出去 我要能知天下事 我又很方便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過得很好 所以風水是這樣的概念 對 它風水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從紫薇來看 風水就是天災工嗎 原則上是 原則上是 對 你看當時 老師也有學問 原則上是 就是其實有原則以外的 對 當然也有原則以外 因為 蛇 紫薇其實都是聯動的 對 一個聯動的一個 應該說 天災工討論的是 我們會怎麼樣去選 選那個居住地 是 可是我選居住地 跟 我適不適合這兩件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來改變居住 來 影響命功 因為 改變個性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 可是改變居住環境 只要懂得選擇 對 其實我們的 密納運納就不同 對 歌曲就不一樣 老師提著一個例子 很有趣 其實大家也 以前也聽過這個例子 你買了一束花回家 花要很漂亮 就有一個好的花瓶 要洗一洗把花瓶弄出來 要擺在一個桌子上面 桌子總要擦一擦擺乾淨 桌子上擺了一盆花 之後 那你這桌子不要放在 在亂七八糟 昂詹的地方嘛 所以旁邊順便整理一下 最後把整個家都整理好了 然後把自己也弄得覺得 我站在這個家裡 我其實要打算好一點 我是唯一的那個 我是主人 我是唯一好一點 那我這樣改變得比較好 我的人緣可能就變好了 你的工作可能也順利了 老闆看我也順眼了 其實就是這樣 這就是風水的力量 對就是風水的力量 其實這本書裡面也會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 風水學上面 有很大的成分是心靈因素 對 有很大的成分是心靈因素 也就是說 你要讓你住得舒服 對 我會住得舒服 譬如說 我會講說 那個 沙發要靠牆壁 對 那沙發要靠牆壁 原因其實是來自於說 我沒有沙發如果不靠牆壁的話 後面會有人走來走去 是 你的心靈會不安 但是問題是 如果有一個人 他自己本身喜歡走來走去 他根本不在乎 其實風水上面有很多很多 這樣子 像你剛提到這樣的案例 擺了 然後放了 改了 其實一點效果都沒有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難道 那個學理是錯的嗎 其實不是錯的 古人留下來的學理 一定有他的原因 只是說 後人呢 把這個事情 扭曲了 扭曲了 或是誤解 對或誤解了 所以這本書其實 裡面談到很多這樣的觀念 書裡面有講了一個 我覺得 自己覺得很棒的例子 就是 我們風水上常常會講什麼 刀壁煞 各種各種亂七八糟的煞 對不對 那很多人都 聽到這個就覺得很嚴重 但其實他的原理是什麼 你去你想一件事情 你在你們家 那個門 大門打開的地方 過來把菜刀 一把就好了 把它綁緊 絕對不會掉下來 你每天看到他 即便你知道他不會掉下來 你還是會覺得不舒服 對不對 怕鬼都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戴鋼龜 對對對 可是你就這樣把它 鎖緊在上面 你還是會怕喔 是 這就是啥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心理因素 是 可是老師也提到像 陸衝 對 你租家 居家打開門 就這個車子可以開過來 你當然不舒服 對你當然不舒服啊 可是如果做生意的 陸衝哥的就很好 很好 沒有那個就是三個湯啊 三個湯 趕快 以前生非以內門就靠這樣賺錢 開始賺錢了 開始變成賺錢 對對對 風水上面啊 因為他透過媒體啦 透過很多 大家這樣講來講去 所以 大家會以而傳而 然後會有一些很錯誤的觀念 可是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可是 你書裡提了一小段說 你不鼓勵人家租房子租套房 對 套房是怎樣 套房聽起來就被套住了 買股票的 沒有 套房 他們套房是這樣子 老實說 套房因為沒風水 對 其實 就 就 風水學啊 風水學他大概有分成幾個 幾個 是 類型 一個是我們剛剛講的心理狀態 對 那另外一個是 他真的讓你居住環境很舒服的時候 然後 以宗教或是命理上面在談 人的能量跟環境能量的對應的時候呢 那麼小的空間 你是沒有辦法聚合能量的 那 你沒有辦法聚合能量 再加上你住在套房裡面 一定會覺得是 其實悶在裡面不舒服的嘛 等於被關起來嘛 等於被關起來 因為你自己把自己關起來 幫你幫人家進來 對 所以說 然後天花板就是 就是你去隔室啦 然後你每天看到就是床 你寧願 住遠一點 然後 是 那個交通走遠一點 但是你讓自己的住的舒服 對 那很重要 對 然後書裡頭老實說 老師也有句話 風水並非一體 適用 找出自己的最佳方案 沒錯 這也是這本書帶給大家的價值 也是每一個人其實在看房子的時候 看風水的時候 或是在選擇方位的時候 然後其他會有不一樣 對 而且這個是很好玩 他告訴你怎麼擋殺 他就拿居家好玩的東西就可以擋殺了 這個 譬如說放一隻網 擋不擋起來 就可以擋起來 這個很特別 這個很好玩哦 就是 那個 不好的地方就把它擋起來就好了 對 就把它擋起來就好了 你講個例子吧 譬如說 你們家門口有個刀臂殺 哦 對不對 我們很多人都放招潮一貓啊 或是我們去員工旅遊 去監門員工旅遊 回來就買個風師爺啊 那是大賣場買那隻很大隻的那隻熊有沒有 把它放著也可以哦 也很好 也很好啊 你看到那隻熊多開心 你看到都很開心 對啊 就不會有啥 心裡的因素不是只有視覺 看不到的 一樣很痛苦 對 看不到也很痛苦 譬如說 你坐在你們家客廳 然後 寒風一直吹過來 你就很痛 或者是 你在你 你睡覺的時候啊 每天早上 那個陽光 會很直射這樣把你照起來 那個很痛苦 有沒有 所以睡床不能用喊 你睡的那個床面不能面東 因為你就每天看到太陽起來 太陽上山 太陽起來 你還不起床你就很痛苦 對 你就很痛苦 你就被太陽照起來 對 或者是說 那個不可以吸照有沒有 就是那個不可以朝西邊 是 店家不可以朝西邊 為什麼 因為 結果一直被吸塞 被吸塞 被吸塞 所以你認真去 當我們認真去討論 那個 風水項的這些 這些 這些口訣啦 術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他其實就是 生活之危王 對 就怎麼樣會住得舒服而已 所以也沒有說 房子一定作品朝南比較好 沒有 所以加上了紫薇 加上了心理因素 加上了我們 其實現代化的 觀念的 把不好的擋起來 擋不住了 擋不住了就改到 就改到 所以你就換個地方走 對 換個地方走就好了 其實就好了 其實就好了 所以風水沒有那麼難 改運只要生氣自然 沒錯 改運只要生氣自然 所以安頓心心 身心自然有好的生命 對 要不要最後給大家 卡卡看到的一個 沒注意到的風水上的錯誤也好 或見解也好 好譬如說 譬如說那個 我們常常會談到那種 穿堂上這件事情 穿堂上有一個大重點 就是要前後門要通 整個通過去 整個通過去 那解決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把後面那片 那片門啊 加後一點 讓你感覺起來 它其實是一座槍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對就結束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居住上面啊 不管你聽到人家 講風水上的任何事情 只要這件事情 你覺得你沒關係 那就是沒有關係 所有的風水學上面 在講的事情 當你不能確定 不知道或者是 到聽說來 你不曉得怎麼判斷的時候 你用這個角度去想就好 所以只要透過命盤 量身打造 然後不用羅盤 可以快速學會風水 這門改運之術獻給大家 也謝謝大根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